那其實這本書不單單是一本十股書 老師還談到了生活美學 生活教養 還談到個人的可能倫理啊 教育這方面 那其實本書我們這本書有分成觀念編跟實作編 那老師希望能從觀念的討論 然後到練習的實作 那印證老師對教育這方面的理念跟信念 那等一下這些老師會為大家說明 那在老師說明之前呢 我們今天歡迎我們大壞文化文化名掌機理 要大家自己去 各位讀者大家好 我們非常 我首先要先歡迎還有一位名字 蔡老師在大派出書 然後就是我想今天不再拉太多的時間 最主要就是大派在就是這幾年都有一個想法 就是包括我們的學校教育 大家講得志幾群玉 得志幾群美牛玉 然後美永遠是排在最後一個 那我們知道的美也就是比較狹隘的美術啊畫畫啊這些 但是事實上呢 美應該是一種美麗的培養 也就是一種內心的感性的一種培養 那因此大概在今年 那我們在蔡老師加入我們的陣容之後呢 我們就新開了一個品牌叫做LIVING LIVING這個品牌 那這個品牌 我們就是他的 LIVING這個字意思就是活著生活著的意思 所以我們是希望能夠透過這個品牌 如何探索出如何健康的優雅的美好的來活著生活著 那接下來就是竹房劇場就是我們經營這個系列的第一本書 那這本書呢 我在這邊先不退休 我想蔡老師有很多話可能要跟大家講 那我想最主要就是說 因為像石斧 我們坊間的石斧 我們有看過有 如何靠最短時間我們可以做出一道菜 或者如何用最少的錢我們可以做出一頓飯 但是呢 要如何的去分享 把自己把對食材的理解還有食材的它的特性 然後做一個感性的分享 我想蔡老師這本書這個食物是第一本 那接下來我把時間交給蔡老師 各位朋友午安 午安 午安 我非常謝謝今天大家播客 後來參加竹房劇場的新書發表 這是我的第十本書 也是一次真正在書剛出爐的時候 然後可以很緊密地說出自己處處的感覺 這五年裡很多人都把我放在親子教育的這一個領域裡 當大家這樣稱呼我的時候 我其實是覺得很不好意思 然後也不知道怎麼樣一一去說明 教育這件事情在我的心裡 也許跟各位的感受不同 我相信我們的目標是一樣的 但生活裡到底有沒有更多更好的方法 使我們在非常辛苦當中想要達到的目標 以更簡易的方式來達成 我想是我作為一個作者我眼裡 不停在思考的問題 跟任何一個作者一樣 一本書的產出之前 都可能有很複雜的心情 不瞞各位說 在訂這些食譜的時候 第一個非常衝擊我自己的是 我很擔心各位覺得我沒有本事 因為看起來這些食譜很簡單 但我覺得最好的事情是 人生裡的每一件事情 都可以從很複雜的起點開始 去以很簡單的方式結束 那一個簡單就是 不忘初衷 在寫這本書的一開始 我原本就有一個願望 就是怎麼樣跟各位 特別是年輕的朋友 分享我對於生活的想法 藉由我先生在句子裡面 用的一個詞 就是我希望年輕人 可以精彩他們的生活 但這個精彩 我但願你們把它當作動詞來用 細細的琢磨自己的生活 好好地為自己的生活 每一天 跟上最美麗的顏色 有你自己手中所有的條件 人到了五十歲的時候 自然會有一些經驗 可以跟年輕的朋友分享 那我全部都已經把它放在這本書裡了 所以我把今天這個新書發表的標題 叫做導演你自己的飲食劇 我本來想要誇張一點說 導演你自己的飲食偶像劇 但我其實不知道偶像劇的定義是什麼 就想算了 我不要亂講好了 那在這本書裡 當然有我自己非常重要的理路 以及願望在裡面 第一個是 這本書的食譜進入 除了概念篇之外 這個食譜的進入 我有一個很大的願望 就是希望從科學的角度 來幫助各位了解基本的工法 那現在請 今天看起來是有食物 但是厭無好陣 其實是各種考題 要來跟各位討論 然後藉著這個考題呢 來講出我為什麼這樣寫這本書 至於現在我們的夥伴們 會發給各位 一份小小的點心 那這個點心呢 也許各位拿到的是一個 日式的蛋豆腐 上面有一隻蝦 可能不夠的部分 往後就是一個布丁 但為什麼我要請各位同時的 嘗這兩個食物 就我要來解說 我怎麼樣來看待料理的學習 當一個蛋豆腐跟一個真布丁 在東西方是各自成名的料理 我想各位了解 當我們看到蛋豆腐的時候 我們想到的絕對是日式的料理 對不對 跟它的比例不同的 是叫做茶碗蒸 那麼真布丁呢 或者烤布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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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叫做布雷 這中間的差別是什麼 我覺得我們不可以把這樣的東西 分成五樣六樣來學 我們當然要一次的解決 這一個學習的方法 這五年裡 我帶了很多的小朋友 說真的我只有一個感想 我們每一個人都承認 現在的小朋友 遇到我們小的時候聰明 各位同意嗎 但請問各位家長 我們有以聰明的方式 在教導他們嗎 如果今天整個網路的世界 整個資訊的方式發展成這樣子 要達到同樣的結果 學習的時間 不應該是減三分之一 或三分之二嗎 為什麼我們當孩子 當學的時間還要更長 這是我們應該 好好想一想的問題 那麼直接指涉到這中間 時間關聯的一定是 教育的方法 就是學習的途徑 現在我非常建議各位 這樣的料理 透過整理 請你們把五樣六樣 當選一樣來學習 怎麼學習呢 第一個是 這整體 都應該叫做 凝蛋料理 同意嗎 同意 使得蛋凝固的是蛋白質 所以在這些不同 或鹹或甜的料理裡面 它都有共同的元素 那就是雞蛋 或者鴨蛋 以及液體 所以在這些料理裡 請各位 只分成幾個東西來看 一個是 夥伴的不同 就是說 蛋糕土的夥伴 是水 糊丁的夥伴 是牛奶 或者鮮奶 到這邊為止 各位了解嗎 糕味不同 一個是甜的 一個是鹹的 但 這中間的工法相同 就是說製作的方法 是相同的 怎麼個相同法呢 就是蛋 這一個食材的特質 就是非常的怕高溫 所以 很多人告訴你 你蒸蛋的時候 不可以把電鍋的蓋子蓋得緊緊的 好 你聽到了 你能不能把它當成一個 訣竅的看蛋 不可以 你一定要問你自己 為什麼 如果你不弄短的話 你永遠是記住一個tip 但你不知道這個tip是怎麼產生的 每一個道理的背後 都有一個原理在支持 原因就是 蛋 它非常的怕高溫 它在凝固的溫度裡面 最好大概在80到85度 當你把電鍋蓋得緊緊的時候呢 這個溫度形成的對流 幾乎要到達100度 所以你的蛋可能會一直穿口 因為其中的水分會膨脹起來 所以我一定有過這樣的經驗 把一個蒸蛋 蒸的這樣古古的 對不對 那又為什麼有的蒸蛋 在旁邊是穿孔的 因為你用不鏽鋼 或者導入最快的鋁 當為容器 因此 在它接觸的這個食材的 第一個時間點裡 它就形成了氣孔 所以在書裡面我講的 當一個對的容器出現的時候 它竟然以容器為名 形成了一個有名的料理 就叫做茶碗蒸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很厚的容器 它非常的適合慢慢加溫 也就是說 蛋跟孩子一樣 它必須要非常的溫柔以待 然後他們才會長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在這裡面 就希望各位 把不同的工法相同 材料相同的東西 做一次性的理解 因為如果在我交過幾百個小朋友 他們都能夠理解 今天我們大人沒有理由 還要費那麼多的薪資 來學那麼一點點的東西 但在一百二十八頁裡面 我想要跟各位討論的就是 好 我們說整個凝蛋的料理 包括各位剛剛吃到的 蛋豆腐 蛋豆腐跟蒸蛋的差別是什麼呢 蒸蛋是一個比較軟的料理 所以它的水分佔二 蛋佔一 二比一的情況之下就是蒸蛋 如果一比一就是蛋豆腐 好 這邊是一個質地上的差別 但是 液體是一個非常概括的稱呼 對不對 你也會稱牛奶為液體 那我請問各位 牛奶一杯水中間的差別是什麼 有誰沒有回答我 一杯牛奶裡 大概佔百分之多少的水分 好 我們天天在碰牛奶 可是我們卻不瞭解的一個不同 大概佔七十八 卷脂的部分大概佔七十八 這就很有意思 也就是說 如果你用蛋 跟不同組合的液體 這個不同組合是什麼意思呢 我也許在牛奶裡 就部分的鮮奶油取代 那麼鮮奶油代表的又是什麼意思 我請各位 剛剛交了一個鮮奶油給各位 請你們開始傳 然後你們每一個人拿到手裡的人 搖 持下 再傳給下一位 我們看一看 這樣的一瓶裡面 對不起 這個先給我一下 好嗎 好 這個瓶子裡面 我幫你們裝的鮮奶油 你們一定會在各種不同的配方裡面 看到 這一個炒酥雷加百分之多少的鮮奶油加多少的牛奶 講著你不婚眼花的 你以為非要如此不可 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些添加它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能不能夠把這樣半瓶的鮮奶油 變成一個更清楚的食材 來幫助大家了解 學習這一件事情 所以 也許待會兒 你們如果看到 掉出了一塊奶油的時候 請你們就停了 就不要再往下聊了 那那個人今天應該可以去買彩券 小朋友也有兩瓶 小朋友也看搖 我給各位試試看的理由是 我們常常在做菜的時候 聽到別人告訴我們 應該要怎麼樣做 會要怎麼樣做 可是我們不懂 我們到底在做什麼 有沒有過這樣的經驗 我就是很著急 我的魚比我的鍋子大 我要怎麼辦呢 我這一輩子都沒有辦法 煎這一條魚 有很多人 就馬上面頭就是我 下次要買一隻更大的鍋子 我想生活不是這樣過的 可能是因為我的年齡 跟我生長的環境 是我覺得會簡單的 在簡陋 或者我也可以用簡陋 都這兩個字 的條件之下 我都要為我自己的生活 好好的努力 所以這本書裡 沒有涉及到任何很困難的工具 我也把所有關於餐具的條件 都拿掉了 我但願各位可以看到 我在序裡面 以及有一天關於 食材與社會的篇章裡 讀到我寫這人書 最大最大的願望 那就是 老天給我們的條件 絕對是公平的 至少 祂對我們的希望 是公平的 祂願意我們 有一個非常好的生活 透過我們的雙手 來導演這樣的戲 待會兒如果各位 搖出那塊奶油 我就要回頭跟大家解釋 當你以1比1 或者1比2的液體 來跟蛋混合 然後去蒸的時候 你的液體的配比要是不一樣 那就是說 你不再是以完全的水 而是以牛奶 或牛奶加鮮奶油 那麼 你所得到的結果 是不是質地就比較厚一點 因為純水的部分 減了 一樣是 比如說500CC 對250CC 水跟蛋液 現在你把500CC 用牛奶來取代 這個500CC 你要乘以78% 才是真正的水 其中有很多 只是20級 有蛋白質 有脂肪 它改變了 這個混合液的質地 那就是西方人慣用的 布丁的材料 好 什麼東西會以什麼樣的方式組合 在所有的事故裡 反而能夠涉及到地理 跟故事的 我全部寫在開頭的小文章裡 為什麼我要這樣寫 是因為我覺得 李影師它真是一個文化 但是我相信 大概將近這20年 在往後推的世代裡 這個文化的責任 會慢慢的消失在社會裡 它必須再度有家庭 負起自己的責任 為什麼呢 商業希望產能非常的高 所以把所有的料理都切成 段落性的 因為這樣的話 你負責切菜 它負責煮 它負責擺攀 我們在這種體系之下 訓練出來的 全部是廚工 而不是廚藝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因此非常完整的廚房文化 飲食文化 它必須要再度好 搭配得非常的協調 所以你是吃到了 不同食材的固執 當你在地盤跟早餐裡 看到大家奧丹利客們 你想到的是一個 非常虛榮但也很善良的 一個女性 她在一個自己構築的世界裡 在物質跟她的心靈裡 尋找平衡的一個故事 當你在不同的電影裡 看到的奧丹利客們 做的變形 炸春捲 大家同意嗎 大家同意嗎 沒請到 沒請到 OK 好 沒有關係 你們待會兒嘗到的時候 我們再來討論看看 那我就先往下講 我要講這一個 故事跟食材 中間的變化 嗯 五月呢 大概幫我安排一個活動 就是我要去一個高宮 幫他們舉辦一個烹飪比賽 那一個月前 我給他們出的題目 是一碗蛋 三隻蝦 一顆蛋 還有一份青花椰 我希望 那些小朋友跟老師 每一組都用同樣的字 來做出 讓我可以平分的成品 信件來來回回 我可以感覺到 他們覺得這個題目太簡單 所以呢 不斷的暗示我 還要不要再增加一點材料 這非常難免 因為如果今天我出的題目是 魚子醬 那個就是 都是非常高檔的食材的話 可能大家光是想到食材 就已經覺得很難了 太簡單的東西 反而不知道該要怎麼帶一餐 好 所以我跟他們講 不要太怕 我一定會平分的 因為我平分的標準是這樣的決定的 你們看到 我只說帶 帶裡面還有那麼多選擇 對不對 所以我會從大家的選材 還有 因為你是一個導演 所以當你決定 你開始選了 你說 喔我今天我要林青霞 我要什麼葉倩文 還是什麼來演 一部電影 導演的頭腦裡面 就已經兼有劇本 所以這個選材 跟決定這個處理工法的思考 我一眼 大家都可以評出 百分之五十 這一個做菜人在想什麼 另外的百分之五十 我把它統稱為平和 請問一下我們的奶油搖出來 我先問一下奶油在哪裡 請繼續搖 那這個平衡呢 在書的第一頁 我們有提到 我希望大家在做菜的時候 想到味道的平衡 營養的平衡 形狀的平衡 整根協調 其實是有很多文章可以做的 我就以一碗蛋 一個蛋 三隻蝦跟青花椰 我非常簡單的想 可以做什麼 然後我把我在這邊 稍微的講一下 至少這是我可以想到的 好幾個事情裡 一小子部分 你可以用 你可以把這些材料 做成一個蛋包飯 可以吧 光是蛋包飯 這個工法 我們就把它叫做蛋包飯 那麼同樣的工法裡 它的造型 就可以有多少種不同 你把你的蛋 疊起來 它是不是跟剛剛那個 做不一樣 但是它的工法 是一模一樣的 你也可以這樣做 你的蛋用手 沾了 然後滑 它就變成一個枝花的蛋皮 然後你再把你這個蛋皮 鋪在上面 你的白馬不同 它又是另外一個故事 那個如果不是這樣做 我可能把它做成一個 但是濕軟的一個棍 我可以把它叫做 蝦跟蛋的 日式 那個字 可以唸做 膽 膽 這個膽 如果我的排列不同 如果我不把它混雜在一起 這東西把它混雜在一起 如果我不混雜 我用顏色 來強調它的不同 那麼它又是另外一個故事 對不對 它這個下面的飯 更不用講了 有那麼多的故事可以說 我可以把它拿來 跟蒜頭炒蛋 我可以把它炒成 番茄醬的蛋 我可以用雞翅的香料 總而言之 它是一個延展不完的故事 因為你是導演 我把青花年切一切 然後跟起司做成一個resotto 那麼它可以是一個 意大利的燉飯 它也包含了幾個 我們規定的食材在裡面 如果要複雜一點 我把飯捏成飯糰 把蝦頭另外的處理 這只是我其中的一個 然後我把蛋黃拿出來 跟煤奶滋調一下 變成一個很好吃的小炒子醬 帶我偷偷的留了一點蛋黃 做什麼呢 因為我還有材料沒有用 所以我把青花鹽 剛剛拿掉蛋黃的蛋白切一切 把蝦架在上面 然後剩下的蛋黃跟另外一點 做成零像 所以光是這三個小小的材料 我可以湊成那麼複雜的一盤 你怎麼可以說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比賽呢 越是材料越簡單 事實上它就更考驗 我們對於這個工法的了解 以及我們導演的能力 那這也是我想用這樣的觀念 來跟各位介紹我這一本書的寫法 我在書裡面所列舉出來的料理 都不覺得讓讀者 以距離為理由 而不親近你自己的廚房 所以它都是一些很基本的東西 在集團裡面 你自己可以說的故事 是永遠都說不完的 所以我可以再回頭問一下 剛剛各位吃到的 那一個炸的東西跟沾的醬 你們覺得是什麼 餛飩皮 等一下 好 那我就公布我的答案 其實是因為四月有勝春捲的材料 所以皮呢 炸一炸 然後那個醬 就是把所有你們捲春捲著東西 打一打 那这一个只是要引发各位想 如果我把它摆得非常的美丽 那个皮啊 我用一个小篮子装 然后用一个杯子装 我就跟你说这是一个异国料理 然后每一个人都会说 哇这是一个我没有吃过的东西 它其实真正就是叫做换汤不换药 事实上连汤都没有换方 现在请各位看一下 你们把那个小朋友的药出来了吗 我们现在这个里面奶油已经出来了 所以各位知道 我们的出乳挤出来的时候 有很大的一个部分 因为脂肪球会比较轻 所以它会上浮 现在我们利用这个离心的力量 把奶油全部聚集在一起 它那个脂肪球的膜呢脱离着 所以现在变成奶油跟脱脂奶 就是像这样 我请他们倒掉 然后再给各位看 当你买到一瓶鲜奶油的时候 你曾经想过 天啊它里面有一大块奶油吗 应该是没有想过 应该是没有想过 那各位看一下 这个就是手工奶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不管加什么 放什么 请你有一点好奇心的去了解 我为什么加这个 为什么加这个跟不加 它的风味有不同 当你在一道菜里加了那么多奶油的时候 风味不会不同 那才怪你 所以奶油是有很高的香味的食材 西式的料理里面 大量的用奶油 从产地而开始的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情况 也就是说 当你去了解一个异国料理的前提 请你一定要以地理 以产物 以生活习惯为准者 我们常常喜欢用混搭 混搭两个字 我觉得不要为了混而搭 你一定要是搭才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你要做一个异国料理 不只是要去取那个像的部分 更要去排除不像的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有很多东西 它可以做得很好 只因为它存在了一个 不是那么协调的元素在里面 你的整个料理 这纯粹性就不见了 所以保存你学习里的正统性 我就觉得我们等于 尽力在保存一个饮食文化的故事 那么在这一个故事里 再去延展新的东西 它是以一个新的面貌出现 而不是使我们忘记很经典的东西 所有的面化跟基础 我认为都是来自于非常踏实的学习 所以我很鼓励各位一定要做 请大家接下来再接受我们第二个考题 就是你们会拿到不同的小蛋糕 吃完以后呢 我本来的计划是每一个人都有三块 因为三块是一个不同的固执 那我就猜大家会讲出很多 我意想之外的事情 而且可能会不够 所以大家一边尝 然后让我来解说 我直接把这个答案打开 这三块七三糕的材料 是一模一样的 只差一个东西 就是空气 你们如果拿到的一块 上面没有颜色 那那一块呢 就是蛋白没有送空气进去 所以它的质地 特别的紧 它的蛋的味道特别的香 另外两块的差别 我猜大家吃到 如果同时吃到 一定会说 重乳酪轻乳酪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还是一块是早上才烤的 另外一块是已经曾经冰箱过 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先谈空气这件事情好了 所有的材料都一样 空气所造成很轻盈的感觉 是我们对蛋糕的期待 对吗 那么空气是怎么样存在于 这一个蛋糕里面的呢 这里面有很多科学的东西 我非常希望各位爸爸妈妈 就是借着这个生活的事情 讲给孩子听 蛋白质 它的习惯性是紧紧的 靠在一起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用打蛋器去打它 当我们打它的时候 我们就或许它能分离 然后在这个中间插进空气 蛋白质会张开 所以这个中间就让空气可以 在里面穿插 然后我们用温度来固定它 像刚刚你们在做蛋糕的人 一定会听到几个名字 肝性八号 湿性八号 你们曾经想过这些东西 它在科学上的准讯是什么吗 为什么刚刚这个奶油 摇摇摇摇摇出 掉出来了 掉出一块奶油来了 你再继续摇 它就会再度的粉散 因为 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的高通 到打了一个宝盒的时候 你再继续施力 它又开始分散 所以如果你把一个蛋白 打到正是非常好的 发泡状况 你再继续打 会怎么样的 再度分离 水又流出来了 那这种会帮助你 因为了解而你不会去做错误的尝试 但是如果你打打打 这一次干信 下一次分离 可是你都不问为什么 像我在书上讲的 我们刚开始学开车的时候 教练是教我们说 到这里就吐一口 我涂一口冰糖汁的地方 你就打三圈 对不对 那边换个可乐饭 你就左边打两圈 我们也这样考也考得蛮好的 外一上路 没有冰糖汁 也没有可乐饭 到底要怎么办 所以你要了解 这三圈的意义是什么 这三圈跟你的轮轴带动 跟你的整个车的方式 是怎么样在处理你的驾驶 跟你的乘车 这也是我写这本书里 我非常注意的心思 我但愿各位可以很了解 你们在学 你们非要这样做 不可的理由 那当然这本书除了科学 除了希望各位缩短 你们的学习 从自己的学习里 愿意提供一种 更高阶的方式给孩子之外 他在一定程度里 也投射了我对教育的期待 那就是 在五年里 我深深的感觉到 在一般学校各方面 都没有办法能够满足一个孩子 真正学习的严等力 只有家庭 只有家庭的平溺度 以及可以提供的条件 才可以使孩子快乐的学习 但是在有这样的机会之前 各位妈妈们 或者爸爸们也愿意的话 你们应该自己先试着 对生活有一个很透彻的了解 所以我很希望 透过这一本书能够使你们下决心 化生活为真正教育的场地 然后让孩子在家庭中成长 我们接下来要发的饼干是 前一天我紧急要几位小朋友来工作 因为他们都不用上学 所以他们就来一本超过他们 他们 他们很难干 不过找他们有一个缺点 就是耗水率太高 他们一做完就跟我说 不完以我要带五个回家 但实际上他们是带十五个回家 就是美美的包险一包 所以我们其实是不大够的 但我非常喜欢他们来到我们身边工作 但愿各位妈妈们也可以享受 我从他们身上就享受到的快乐 那这是他们操作 第115页到117页的蛋黄饼 那在这一则食物里 我们把一颗蛋做了这个完整的用法 蛋白拿去做蛋白糖 蛋黄做蛋黄饼 各位可以看到小朋友的 他们两个就现场 你看我们是很有生产力的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会带回家的话 我们是绝对够用力 然后很奇怪的就是 小朋友永远都不会担心 我不会做 没有一个小朋友跟我说我不会 他们拿起来就做 做了就一直往下做 然后各位可以看到 他们在做的同时 也是非常快乐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想教育的重要 全部是可以画在生活里 那不要怀疑他们的能力 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要有足够的机会 在这里面他们学习到的就是 不只是工作的方法事物的道理 而且还学习到整个童工的协调 我说这张照片把头遮起来 光是看那个手 都有打气打火的成熟 这件事情如果交给一个妈妈 她可能还要很害怕的先问我一句说 那怎么弄 小朋友不用她拿起来 她就是知道了怎么办 所以她生活里有很多的惊喜 我但愿自己可以提供一个最小的部分 从女士开始 因为我也是这么幸福的 在虽然整个物质条件很不够的年代 在对自己的母亲好好地以生活的各个面向 养育长大 所以我觉得我无论是从自信快乐 以及对于幸福的体会 都可以从很身边的满足开始 这是我写这本书最大的愿望 那我也会以一个作者的角度 很负责任地在把这本书 在往后我预计大概要五个月的书 会把他第一地跟各位在网络上 以互动的方式 看怎么样让我们把这本书 用在你的家庭 你的孩子身上 然后以好好的串联 我们对于整个社会幸福 最踏实的追求 今天非常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谢谢蔡老师给我们带那么精彩的内容 那等一下蔡老师会为大家签书 那如果你手上拿的书还没有结账呢 那赶到先到收银台结账才可以签 好那我们谢谢大家 那可以先从这边开始排队 谢谢 我们还没有吃干吗 我们要说还是不需要 我先做成员 我先做菜了 我先做成员 好 哈哈 我先做菜了 我先做苍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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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袋 我先做苍眼 我先做苍眼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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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